子男女从微信聊天看清一个人,教你六点看清一个人 在人的生活过程中,总是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和自己三观相近的人相处,会感觉十分轻松 如果在感情中感觉到累了,他可能不是你需要的人,最好能看清楚,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一个人想要看清楚另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是可以从很多事情上来表现出来的 与他人交往,想知道他是不是值得深交的那个人,从这六点就可以帮你看清一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 一,看他对于亲人的态度 现实中有些人对待父母的家庭处处抱怨,方方面面都不满意 但是在外人面前却表现得恭恭敬敬,豁达又大方,这样的人都是伪散的,并不值得深交 如果一个人对他最亲近的人都能做到包容关怀,体调悦色,那么他对外人也不会差 二,从微信聊天看清楚一个人,你肯定遇到过这样一个人 你在有事情不方便听语音的时候,他还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给你语音轰炸 其实几句文字就可以说清楚的是,他必须要用好几条好几十秒的语音说 你肯定遇到过这样一种人,和你聊天第一句就是你在干啥,你在哪里啊 就像是检查户口的领导,就是这样给你发微信的人情商都太低 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交流,就是隔着屏幕也要有点眼力间 这样的自说自话特别让人厌恶,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教养 虽然是在微信聊天中,也能坚守自己的初心,处处考虑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即使是在微信中,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分寸,知道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说的 做到心中有数,在言语言谈之间会让人感觉到舒服 三,敷衍回复消息的人,给他发微信总是不及时回复 有的甚至看到就不回复,明明在和别的人聊得热火朝天 或者还在更新朋友圈,就是不回复你发出的消息 你肯定也遇到过这种人,你满心欢喜的发了一段话过去 这种人回应总是是敷衍,哦,嗯,你们之间聊得好好的 对方一声不说就消失,连个招呼都没有 这要敷衍回消息的人,人品是不行的 四,看一个人酒醉之后的本色 一个人的本性很多都藏得很深,内心比较庸俗的人 在醉酒之后风言风语,有的甚至耍风,沙坡 让场面闹得十分尴尬 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醉酒之后还能够自我克制 醉酒之后有时会流露内心的理想 谈论遇到的挫折,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 在酒桌上更能考察清楚 五,有钱之后的表现 就是看一个人有钱之后,他的钱怎么花 在人没有钱的时候,做的不乱花生活比较节俭 那可能是因为生活形势逼迫的 如果一个人有钱之后还可以保持节俭 才是品德的体现 六,面对利益时如何表现 一个人如果和你没有利益纠纷 可能会长久保持友善和得体 一旦你们之间涉及到了关于利益的问题 他才会显露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世界是很复杂的 世界中的每一个人也是很复杂的 想了解他是不是值得深交的那个人 从以上这六点就可以帮你完全看清一个人的平行 值不值得深交